中国男星杨千玺日前出席中国华表奖颁奖典礼 而杨千玺主演的三部电影接在入围名单中 粉丝们为杨千玺感到相当开心 不过其中她在走红毯时的斗趣行为 就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 由于杨千玺一次有三部作品入围 所以她也陆续走了三次红毯 走完前一部作品的红毯后 就会用跑的跑回红毯起点再重走 完我们看到后就笑了说 一样迁徙自己在红毯上跑接力 另外走完红毯后需要在背板上签名 可以看到她写下自己的名字后 还在旁边写了个乘三 相当逗趣的举动 笑翻大批网友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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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